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人人都知道 而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 与周永康的关系更加密切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亲密 他在被抓之后大骂周永康是坏蛋 从他身上占便宜 而薄熙来在被捕之后 也是足同道斗子 揭发了周永康的多宗罪行 古开来和薄熙来 为什么要出卖周永康呢 周永康又是如何看待薄熙来的落井下石的呢 我们先说说薄熙来和周永康的亲密关系 之后再说古开来与周永康之间的恩怨 从以下几件事情 就可以看出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第一薄熙来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时候 没有能够得到心目中的副总理的职位 还遭到胡锦涛外放到重庆 他一度是心灰意冷 不想去 重庆原市委书记汪洋 在11月13号离任 薄熙来是足足等了17天 直到11月30号才走马上任 薄熙来最后放弃抗命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周永康找了两个太子党 陈浩书和何光业去当说客 要他担负其拯救太子党接班的重任 另外不久之后周永康在重庆 与他还有过一次密谈 根据2015年5月底凤凰周刊刊发的封面报道 周永康六大罪状解析提到了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是彻底的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 两人甚至认为 毛泽东晚年提出的 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论述和实践 依然是正确的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就需要调整 薄熙来说 这个问题他已经是思考了很久 他还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相回应 周博两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一起表示要大干一场 据说两人在这次密谈中的一些话 还包括薄熙来多次谩骂和攻击 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骂胡锦涛是末代君王汉宪李 习近平是扶不起的阿斗 江泽民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周永康甚至计划把当时的公安部长 孟建柱秘密抓捕起来 并且私自已定了一份州市的政法委名单等等 据说正是因为周永康对薄熙来而其面命 薄熙来才振作起来 开始了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第二件事就是薄熙来到重庆之后唱红打黑 唱红他自己领先没有问题 但是打黑就极需要一名得力的公安局长 又是周永康 当时已经贵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 把王立军推荐给了薄熙来 而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薄熙来也是全力支持 2010年11月 周永康还访问了重庆胜战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 而且还说重庆的唱红歌读经典 要在政法战线去推广 第三 在王立军2012年年初 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之后 周永康第一时间就私下通知了薄熙来 要不立即不惜一切代价 把王立军捞出来 当王立军叛逃公开化之后 薄熙来惊慌失措 试图向外界掩饰王立军叛逃真相 周永康又向薄熙来发出六点指示 包括了要薄熙来发布王立军是休假时治疗的假消息 并承诺王立军事件是独立事件 与薄熙来无关 2月16号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方案 周永康坚决主张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切割 对薄熙来不以追究 而且他还说服了江派的另外三个常委 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逆保薄熙来 只不过习近平最后站到了胡锦涛温家宝一边 决定组织处分薄熙来 周永康并把中共常委对薄的处理分歧也密报给了薄熙来 第四 在当年三月的两会期间 周永康全力支持薄熙来 3月8号上午 薄熙来私下回重庆缺席人大会议 中午才飞回北京继续开会 周永康在这天下午就特别出席了人大代表团 重庆团的审议会议 充分肯定现任重庆政府的政绩 新华社还拍摄了周永康坐在薄熙来与重庆市长黄祈凡之间微笑发言的照片 第二天薄熙来借着重庆团开放日高调向记者讲话 就王立军事件被自己辩护 说自己是用人视察 据说薄熙来那两天的活动都是与周永康商量过的 第五薄熙来在3月15号落马之前的另一次中共常委图票中 九个常委中只有一个人坚持不追究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中的责任 这个人就是周永康 他甚至还向常委会建议 把薄熙来调往西藏担任第一把手 只不过周永康那是双拳难敌十六之手 薄熙来最终黯然落马 从以上这几件事来看 周永康既像是薄熙来的亲爹 也像是薄熙来的保姆 对薄熙来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鞭策他 保护他 帮他上位 各位 在政治上哪怕是自己的亲爹 大概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像周永康对待薄熙来一样了 不过周永康的付出薄熙来似乎一点也不拧情 相反在薄熙来落马之后 为了自保 他还向审讯人员揭发了周永康的问题 把周永康送上审派台 关进秦城监狱 递上了一把凤利的刀子 有一种说法是 当时薄熙来揭发了周永康四大问题 第一是周永康重用他的儿子周斌在重庆牟利 开了120多个加油站 狂赚重庆了40多个亿 第二是周永康帮助周斌给最高检察院施压 从监狱里捞出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 这个犯人曾经伤心病狂 用开水从头顶淋下 把人给活活蹚死 第三周永康欢迎无耻 每次到重庆都要王立军安排女警跟他上床 王组建的重庆女子交通巡警支队 实际上就是为他一个人搞的后宫 最后一宗罪是重庆的打黑 其实是周永康部署 周承若可以借打黑创立业绩 让薄熙来入场 然后换取薄 支持他在18大之后出任国家主席一职 不过以上这四大问题 与中纪委转给薄熙来的揭发材料并不相同 我们在下面还会再讲到 另一方面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被捕之后 因为杀了英国商人海伍德 怕被判死刑 也对周永康不嫁辞色 在审讯笔录中招供说 他是薄熙来与周永康之间 关于他们策划密谋的信息传递人 他说他所做的一切 周永康都是执行的 周永康就是后台老板 他还供认了周永康 薄熙来主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权计划 在被抓的时候 古开来还坚持了要与曾经保证过他和薄熙来安全的周永康 他说在见到周永康之前 他是不会进一步透露情况的 他还助骂周永康是 常委中的坏蛋 在他的身上占便宜 但是却从未兑现他的承诺 古开来所说周永康在他身上占便宜 审讯笔录 没有具体说是怎么在他身上占便宜 是某手某脚开游呢 还是两人之间有一腿散过床呢 网上著名的写手任涛岩就说过 古开来和周永康之间有男女之情 古开来经常与周永康来往 其实周永康号称百姬王 又哪有毛尔不沾心会放过古开来呢 何况古开来也不是什么圣女 不仅和王立军如交士气 还曾经包养英国小弟海伍德 他们两人之间有作更加相艳的故事 根本就不足为奇 了解到周永康与古开来的不伦关系 薄熙来为什么会举报揭发周永康 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薄熙来本人也是一个花心大少 使女人喂玩具 甚至把自己玩过的女人送给周永康享用 但是自己的老婆被人碎 古开来和周永康有一腿的事实 薄熙来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事实上 薄熙来在庭审时曾经当庭翻供 在最后的法庭自变中 把他露打王立军耳光 最后导致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的事 归咎于他发现 古开来和王立军两人之间的私情 称他们是感情纠结 两人如交士气 不能自拔 不惜为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这个很可能是他的真情流露 而周永康给他戴绿帽子 同样他也是会耿耿于怀的 当然薄熙来揭发周永康 还有其他几大原因 包括第一是自保 这是每个人的本能 抛出周永康 他认为可以减轻他的罪责 第二是怪罪 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 周永康曾经承诺不追究他 但是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出尔反尔 说话不算数 要治薄熙来的罪 第三是认怂 薄熙来是典型的太子党 顺利的时候直高气扬 但是一遇到困难就脆头伤气 既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甚至连去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念头 都没有 只是一味的逃避认所 前面提到薄熙来 2007年争取副总理一职 失败后自暴自弃 就是例子 令人惊讶的是 政法皇帝周永康 似乎并不像薄熙来一样 对当局的指控 并没有当庭翻供 但是就为自己的行为 做了强势的自便 甚至薄熙来对他的揭发 他都表示了理解 网上流传着一篇周永康在判刑前的自便书 是写给习近平王岐山以及中共高层的 在这篇长达四万多次的自便书中 周永康讲述了他和薄熙来的关系 他在评价薄熙来的时候写道 谈到薄熙来同志 我必须先说一句话 由他作为我的同志和朋友 是我毕生的荣幸 自死无悔 我已经连遇七十 来日无多 即使坐牢自死 或是干脆被处决 套用赵紫阳的一句话是 我们年纪老了 无所谓了 但整件事之中 我最感到痛心的 是薄熙来同志所遭到的不公对待 薄熙来同志是个极能干的人 是我党和我国的宝贵人才 他对工作的投入和热情 做事的干净和魄力 绝对是我近五十年的干部生涯中所警戒 有人说这份自便书是伪作 但是四万多字的长文并不是那么容易写的 很难相信会有无聊的人 去对当时的一些事件 模仿周永康的口吻 来写一篇枯燥无味的文章 这篇自便书应该是出自周永康的手笔 在自便书中 周永康认为薄熙来对他的揭发 主要是三大问题 他并且还一一做出了回应 第一大问题 用周永康的话来说 是关于处理王立军叛逃事件的六项指示问题 周永康说 薄熙来同志认为我说话不算数 当时承若王立军叛逃 是个孤立事件 跟他没有关系 更谈不上刑事追究 后来是我说话不算数 耍了他 告了他的阴谋 说实话 薄熙来同志这样怪罪我 实在有他的道理 从他的角度讲 我们确实是说话不算话吗 确实秋后算账 把人家弄到秦城去了吗 可是我周某人难道不冤枉吗 我主张说话算数 兑现承若 严格执行六条指示精神 不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 结果换来了什么 不是你们铁口辞断认定我是薄熙来的同党 不是也跟他一样被送进了秦城 他还有个人能抱怨 我找谁抱怨去 我才是猪八戒照镜子 你以外不是人 而薄熙来检举周永康的第二大问题是 关于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周永康为自己辩护说 薄熙来完全相信了中纪委专案组 给他看的那些王立军伪造的所谓证据 认定我和王立军互相勾结 腐化堕落陷害于他 他甚至怀疑我当初把王立军介绍给他 都是包藏了祸心 第三大问题是薄熙来自己承认 与周永康拉帮结派 违背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不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据说王立军在叛逃美国领事馆的时候 向美国方面提供了 关于薄熙来与周永康密谋造反的一手证据 美国自由灯塔的报道就是说 周永康和薄熙来等结盟 在薄熙来落马之前 两人在北京、重庆和成都五次会面 详细的商讨薄熙来接掌政法委的事情 并且密谋在两年内联手迫使习近平下台的计划 手段包括抹黑 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武装力量对袭下手 为了确保政变成功 周永康支持薄熙来和王立军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窃听装备 监听常委 很多常委的交谈都被掌握 三个人还定期分享窃听来的关于常委 及其秘书和家人的信息 周永康当时还安排博王收集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 这些政治对手的黑材料 对于第三大问题 周永康在自变书中指出 周博政变集团完全是无中生有 说两人要阴谋搞政变 要推翻习近平取而代之的罪名是荒诞的 他说 首先要搞政变 必须要有武装力量的支持 这是基本的常识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和薄熙来都没有军事背景 而在今天的中国 也绝对没有军事政变的空间 有人说我们联合了 徐才厚作为军中内营 配合我手上的武警系统 又有成都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作为侧营 手上有枪杆子 可以司机启事 这完全是没有军事常识的说法 须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徐才厚和我都已经退休 手上再也没有一兵一卒 也没有任何的军队和武器指挥权 两个光棍脑头子 有何军事实力可言 就算是昔日的得利手下 也是人一走 茶酒粮 谁还会听你两个老家伙的话 跟着你去搞政变 这种要丢脑袋的事呢 在这篇自变书中 周永康还谈到了 他和薄熙来之间的真实关系 他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中央 我和薄熙来同志的关系 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 即政治思想上都坚持打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方向 不走邪路歪路 不搞西方那些什么 普世价值的歪门邪道 组织上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没有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那一套 经济上完全清白 没有任何的不正当交易 不过周永康在强调 他与薄熙来的社会主义同事之间的 令人作呕的纯洁关系的时候 没有谈到不开来的角色 周永康对薄熙来 关照有加既像爹又像妈 真的是像他所说的 他们只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吗 错 如果你了解到周永康 白鸡王绰号的来历 如果你了解到周永康 对像中的女人长期图资的手段 就知道周永康之所以接近薄熙来 除了有政治上的动机 他和薄熙来两人臭味相图之外 某种程度上 周永康其实也是为了 鼓开来这个泛桃花的女人 下一期呢 我们就讲一讲周永康和他的女人们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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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